其实经济动力是在失去的,甚至有很多分析说 美国今年第一季第二季的GDP会跌到1-2%左右 经济放缓是大趋势,所以就出现了近期一个叫做债息倒挂的状况 所以你说暂时来说,其实你整个2022年 你都预料了联储局有个叫做10年来史无前例 一个很激进的加息时间表 但又要留意就是说,其实归根够底 只不过联储局在2021年就忘记了加息,现在加上去而已 所以那个杀伤力的影响性也不是太大,也都使得市场有些分析 今次的债息倒挂,纯粹就是因为联储局之前忘记了加息 突然间要加的情况下,导致有这个状况 加息加得这么急,经济增长放缓就一定了 所以你要分清楚就是说经济增长放缓 衰退还是大萧条,有三个scenario 在这一刻,我认为失业率,或者说备同新生职位 即使有少少预期的差距 没有人会想大萧条这样的 但是放缓和衰退这个就arguing很大了 而暂时看美国的经济数据来说 放缓是一个大趋势来的 未去到经济衰退等等的状况在 未去到